翻炒 番茄 紅蘿蔔 蛋 番茄 紅蘿蔔 蛋 外加要蔥 還有蒜 好 我們現在 弄走了 先開瓦斯 抽油煙機 起火 道具 再準備 鹽巴 油 熱鍋 上油 油粉出其 稍微底部多一點 因為我們還要來煎 把那個紅蘿蔔 煮熟 像紅蘿蔔的同時 也放蒜 然後 一起下去煎炒 然後 煎蒜跟紅蘿蔔 之後呢 再加 番茄 再加蛋 收起來的時候呢 再放蔥 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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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呢,再次把番茄放进去 番茄放进去的时候要把番茄压一下 把番茄压出来 那,番茄还会有番茄的味道 算是番茄是番茄,汤是汤汁 把番茄混在一起 把番茄融合起来 因为番茄要直接,番茄也是要把番茄脆弄 番茄的番茄 把番茄放开 番茄的番茄 把番茄的番茄 盐来浸泡 可以用 那是那些包裹 冰箱你敢放 看起来就射箱会聚起来 就是在切那个红萝卜的时候 发现卡出了一些牙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做指摘 总活力就相当高 让大家看一下 这是可以用的 卡里才是在用的 因为它这么多的果实 还可以让它持续的长大 可以在家里用就可以吃了 吃到自己种的 红萝卜 我以前用的红萝卜还蛮有机的 盐盘没有加均匀 所以可以上去不要浸太多就行 可以了 这个盘子不够大,我们放一个大盘子 来,看不下,摄影才比较清楚 如果有一些水的话,就放在里面浪贩 浸一下花点油 这时候洗的会比较好洗 厨房的油盐机 因为刚刚在炒油东西 会有一些微小分子 尽量让这些在厨房的油气 在点瓶子 喷调之后 那油在锅抽个两三分钟 耶 这就是番茄 红萝卜炒蛋 耶